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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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看到一個女神 Sofia 金長 組名 很精神 超大隻 而且超美 特別是屁股 我現在就試試野生播放牠 Hello 你好 你是不是Sovie 我是Sovie 喂 要請你做個小小的訪問 我是你的小小的粉絲 因為我看到你真的很大隻 而且超高的 我想問你今天來是參賽還是陪人 對 我有四個學生比賽 我想問你今天對你的學生有沒有信心 有 沒有 有三個比賽 我是一個女教練 現在帶了四個學生參加競尾比賽 你有沒有什麼想跟鏡頭前的女生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學生以為舉重會練得很大隻 其實不是的 只要配合好的飲食和練線條 其實可以練得很漂亮 我覺得你說這句話很有說服力 最後再問你一條問題 我可不可以和你拍張照片 好厲害 成功了 衣服裏面有位美女正在準備 我讓我試試訪問她 Hello 你好 我是今天的MC 我看到你很FIT 我想問你參加了什麼比賽 我參加了一場比賽 大家也看到一身比堅尼的裝飾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的衣服 其實沒什麼特別 只是紅色 因為我其實今次是第三次比賽 上次我是紫色 今次是紅色 我就想比較鮮明 那你健身見了多久 很久了 其實我都幾大年紀了 我想我work out了五年 如果真是serious 等我待會兒留意一下你們參加什麼賽事 我可以參加Masters 其實我不是 不過我現在是 我是Operna 很厲害的 證明了健身的女生 穿得很好 永遠都不會老 我叫Hether Hether 加油 祝你成功 很厲害 好的 多謝你 我今天參加Model Fitness 新秀和公開 我叫Iris 我這次第一次出賽 準備時間不多 不過盡自己努力 因為其實我已經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所以都盡力了 盡力做好自己 我最高峰的時候去到170磅 不過就真的靠自己努力 真的飲食 還有做健身那方面 然後就愛上了做健身 就愛上了之餘 再參加比賽 真的一步一步挑戰自己 希望這次其實自在參與 其實我穿得好這件衣服上台 我覺得已經贏了自己 所以很感動 我很開心 好完同 多謝你Eris 謝謝你 在台上見 恭喜你Eris 你成功了 我看到後台準備區 大家都很忙碌 究竟他們在做什麼呢? Hello 我看到你們玩了這條繩很久 其實你在做什麼呢? 你在奔將一些肉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上台看起來好像大隻一點 很大隻 拜拜 Hello 你好 其實我們今天是MC 可不可以問問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做噴 還有我想問你 為什麼你那麼黑的天生 還是柴油 還是真的那麼黑的? 柴油 對 但是你化妝也那麼黑 因為我化妝 化妝也化嗎? 好難怪 好厲害 很大隻 我身邊這個哥哥仔 他身上拿著很多獎牌 讓我訪問一下 我想問你這些獎牌是什麼獎項來的? 這個新秀第三 公開 然後公開第四 就是這麼多 你有這麼多獎 全身都是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什麼得獎感受? 辛苦 地賽 但是值得的 因為有獎 開心的 你覺得什麼最辛苦? 是粗氣的方面 還是飲食的方面 我覺得做Cardio最辛苦 是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做 所以下次可以做好一點 好 希望你下次再獎 多點獎 謝謝 很開心 我剛才有幸可以邀請了 Mamphys的全場總冠軍 Peddy Lai職場 也很開心 和Suki擔當這個MC 現在還在後台 迎新報獲了他們 就被我抓了他們 做這個小小的訪問了 我記得去年 當你贏了你那個Peddy Lai職場 全場總冠軍 你拿普派的時候 其實你公布是最大的 就是你得到這個獎 就是中網上的 我會知道 然後我也會聽到我的教練 就說 因為 其實 封印是最美的 連得是幾例的照片 你指導是否認為 當然 我自己覺得 可以幫他講話 這麼尷尬 因為始終 因為始終 見美 新型的追求 是不會是 有個 終點 或者已經是最大的 一定不會 只會是怎樣追求再好一點 再進化得再漂亮一點 尤其是我們是男子型體行 不是要求 或者是那個大的 當然你帶來本事 都要有些機會是細緻的 哇 這個真的要經歷很多年 有艱閨的訓練 這個 之前拿普派的時候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這個新努力 就行到現在這個 這麼厲害的成績嗎 其實我第一次玩比賽的時候 是2016年 那時候是一個本地的比賽 當時拿了冠軍 北京也玩了一些比賽 當時也見到很多國內的幾強的運動 最後就回到一個 那時候是最後一屆的奧運 2016年 那時候就這麼巧 對著一個國內很出名的選手 結果我就發軍 他又成為了冠軍 所以其實輸給他也是一個經驗 和一個實力的分別 那些都很想繼續玩下去 但是因為有個家庭的決定 受產小朋友 所以暫時放下了一些 那一年當然 其實我們這個比賽項目 其實都是 每一年都很緊張 因為每一年的對手經濟都會很大 如果在你最輝王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不少的 是保持著想 但是這個決定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但是最後因為小朋友家庭先 所以現在都做了決定的事件 那就唯有慢慢再追回那個成績 當然之後會越來越難 因為其實現在多了很多人去認識這件事 也是因為多了很多人去玩劫力比賽 所以那個進步都會很快 就是年輕的一群 所以其實接下來的競爭 只會是越來越激烈 越來越大 比起以前 以前那些曾經做活動員的 當初如果現在去玩 可能都未必這樣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坐了的時候 一百年就玩 一百年剛玩回 在廣州就贏了一個常中軍 那時候有些人就三眼光 那樣就有什麼說 因為那時候是有獎金 之後就澳門 那次都是差一點點 第二名 又去到19年 19年那時候 都是希望保持著狀態 但是19年其實有些藏存 因為玩得太穩 那個狀態反而很不穩定 所以那時候是一年的八月 我去了拉斯維加斯 美國玩 那時候就玩了五場 去年底 好嘛好嘛 結果那年都不是太過理想 那些成績 去到二零年代的疫情 都可以爭取到這個主辦機會 因為疫情關係 他都成功可以搞到 而因為這個機會 自己都沒有偷懶 不斷操練 都可以保持著狀態 那最後終於都能夠 達成心願 可以成功拿到這個職業卡 那都非常非常之開心的 那但是我反而最意外 就是在我成為職業卡 那一年的年 我太太就第一次去玩比賽 那也都拿到一些挺不錯的成績 那讓我感染到他 因為我本身都是 在家裡找小朋友 上班上班 那想不到回頭 是打算收身減肥 做得很好的時候 那他順便都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去參加到比賽 那都很意外 非常意外 就是 當然我很努力 但是我見到他 我覺得很厲害 一年的時間 去做一個我打算減肥 那但是竟然他都可以 因為見到我這麼艱苦的段 而他都感染到他 去做一份 那所以這個是我 非常之意外的一件事 我相信呢 鏡頭前呢 都可能很多朋友仔 會很以你的身形為目標 你可不可以說一句話 鼓勵一下他們 大家的朋友仔 那就記住努力 一定是會有個回報的 因為堅持和努力 永遠都是成功最關鍵的一屬 加油 各位